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 同意和金正恩举行会谈 如何看待美朝关系的这一最新发展 我们下面就连线华盛顿威尔逊中心 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 戴博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如果川金会面正式达成 那么川普总统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位 会见朝鲜领导人的再任美国总统 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件 但是白宫宣布这个消息的方式 却显得有些急性 我们是看到是由韩国特使 首先告知媒体 然后白宫出了一份声明稿 证实了这个消息 您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迹象呢 其实他们就是让那个韩国人 发表这个声明是有点奇怪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不太重要 最关键的问题是现在那个金正恩跟特朗普 都同意要亲自见面 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所知道的北朝鲜还没有真实 他们肯定会见面 这个都是经过韩国的 特朗普让那个韩国的特使 抢了它的镜头有点奇怪 这个有可能显示 我是揣错 我没有什么那个幕后的消息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是非常突然的发生的 才是这样的给露出来的 如果特朗普的白宫是经过一个比较理智 比较正常的一个过程 做出这个决定 很可能特朗普他自己 或者他的发言人会告诉美国人 他下定了决心要跟金正恩见面 是没错 川普总统接受金正恩的邀请 是令外界普遍感到非常的意外 那么您觉得川普总统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首先你已经说了 他是那个在任的美国 第一个在任的美国总统 要跟那个朝鲜的领导人见面 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第一 特朗普很喜欢这些历史性的第一 所以他也很喜欢给那个美国的 外交政策的专家 还有美国国务院等人 很喜欢给他们吃惊 他就是要跟别的总统不一样 同时的话他一直说 包括在竞选当中 一直说他不排斥跟金正恩见面的 这个可能性 他一直说在若干的条件之下 他会欢迎这么一个机会 而且除了跟他亲自见面之外 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没有别的更好的政策 虽然我们都觉得这个事情很突然 特朗普在某的风险比较大 可是谈判总是比轰加朝鲜好 川普政府还有川普总统本人都多次表态说 只有在适当的条件下才会和朝鲜谈判 那么您觉得这个所谓适当的条件 现在已经具备了吗 那个很难说的 美国的国务卿那个提勒森 这半年多一直是说 如果金正恩可以过了一段时间 提勒森没有说到底是多长的时间 如果就是不发射任何洲际导弹 或者不搞任何核实验的话 美方就会觉得他在给华盛顿 那个金正恩是给华盛顿传递一个信号 说他也想跟美国谈判 当然你有这些方面的那些条件 还有美国国内的政治 现在特朗普就是因为 面临那个联邦调查局 那个穆勒的有关 那个俄罗斯的就是 干涉美国的那个警权的这个丑闻 还有那个美国一个黄色电影的 一个女演员说 他曾经跟特朗普有过外遇 还有很多美国的比较主流的经济学家 是比较反对特朗普 像这个钢铁 像这个铝铁征收关税什么的 这样子的话 特朗普突然间让美国人吃惊 就可以让全美国转移一个话题 是不是 是 那么如果川普总统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是为了转移话题 才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请的话 那么美国整体上做好准备 来和朝鲜进行谈判了吗 算是今天我们肯定是没有做好的准备 他们是要五月底之前见面 所以时间已经是非常的紧张 我们要先想好金正恩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样的意思 突然间要跟我们谈判 他是不是为了让国内 他自己的国家 国内的人觉得 他是说服了 或者是吓了美国总统 让他亲自到那个朝鲜半岛来跟他见面 就是证明金正恩的地位 跟特朗普的地位一样 他很可能就要一个界限 或者是他真正有可能 在某一些条件之下 可以放弃他的那个后期吗 我自己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他很可能是要经过谈判 让美国慢慢地接受 他是一个有后期的大国的这个事实 或者他是要把美国跟他的盟国 那个韩国分裂 我们不知道 所以特朗普这几个月需要学习 需要跟很多美国很自身的 有经验的这些专家 向他们学习 向他们请教 可是特朗普也不太喜欢这样做 他是更喜欢凭他自己的直觉 他说他自己的才华 所以现在很多人 是理论上是欢迎跟那个北朝鲜 谈判 可是他们很怀疑 这个美国总统会不会做好准备 我们知道此前的消息 是说川普总统答应在5月底之前 跟金正恩会面 但是今天最新的消息 是白宫在新闻简报会上 并没有正面的证实 这样的一个会面的时间表 所以可能也是一个 就是说美国方面 没有做好准备的一个迹象 我们知道美朝之间 在过去也是有过多次的谈判 但是谈判的结果 往往会让美国失望 我们听到美国的政策界 现在甚至是有一种反思 就认为过去和朝鲜的谈判 是上了金家政权的档 反而为朝鲜发展核武 提供了时间和外部的环境 那么川普总统本人 其实也多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这次由川普总统本人领衔的会谈 有没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呢 如果有川普总统的谈判策略 应该是什么呢 很可能会重蹈覆辙 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那个朝鲜跟美国 都是一点互信都没有 恰恰相反 现在的情况比过去任何时候严重 而且金正恩跟特朗普 这两个人都是心血来潮 喜欢骂对方的 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金正恩在这些条件之下 他自己的谈判 或者讨论行为如何 很难讲 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而且特朗普 现在不就是面对这个超核问题 说不定他自己的幕僚 现在是比较乱 最近那个克恩 就是他的那个经济顾问 已经离开了白宫 说不定从这里到物业底 就是这两个月当中 他那个国家安全顾问 那个McMaster将军 有可能会走 他的幕僚长也有可能会离开 关键问题是这次他们见面 特朗普要就是决定 金正恩到底有没有可能 放弃他的核武器 如果特朗普不相信 他会放弃他的核武器 那我觉得跟在超线半岛的 这个战争 就是开战的可能性更大了 所以我觉得特朗普 现在下的这个赌注 就是说非常突然 没有做足够的准备 就同意跟他见面 这个赌注是非常大的 如果这次失败的话 说不定特朗普就是会 跟抵制朝鲜 就是轰炸朝鲜 所谓的那个 让他的鼻子流点水 流点血的这个可能性就更大了 所以现在我们都有点紧张 是 您刚刚提到川普总统 是非常需要借助 这样的一个见面的机会 来判断金正恩 是否有这个去核化的诚意 但是到底什么才能够证明 金正恩有去核化的诚意 美国方面现在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没有一个完全那个明确的标准 而且像你说的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次这个经验 就是我们有一个框架的一个协定 然后那个朝鲜就是不履行他的诺言 可是特朗普 就是任何一个美国总统 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你知道吗 这个是没有什么良好的做法的条件 所以我觉得特朗普 跟某一个风险也不是个坏事 可是到底会有什么结果 不确定性的因素就太多了 而且我估计那个金正恩他知道 你跟特朗普见面你要讨好他 就是像他去北京 北京也知道怎么讨好他 很多人觉得那个金正恩要这样做 就是为了给朝鲜的这些科学家 更多的时间完成他们的洲际导弹 和他们的核武器 因为他们的核武器 还有那个小心化问题 和很多别的方面的问题 不确定性的因素太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估计会有什么后果很难 是 根据今天的新闻 我们看到川普总统 也是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 那么您预计中国未来 会在可能的这次川津会面当中 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现在那个习近平很可能有一个很矛盾的态度 一边来讲中国一直是主张美国和朝鲜谈判 所以他们应该很高兴 可是同时的话 现在美国说好我跟朝鲜谈判 好像跟你中国没有什么关系 你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你也不扮演什么角色 这就是在你的那个门前发生的一个大事 可是跟你好像无关 这个是不是会降低了那个习近平的这个国际的这些名誉 我们都不知道 现在就是拭目以待 那个五月底还离得远呢 尤其是在美国 现在你知道那个新闻来得非常快 我们大概每一个小时 每半个小时都会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智能手机 知道现在美国有什么新的 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以为从现在到五月底谈判的时候 会是一个很很顺利的过程 根本不是 还有很多薄荷 是 那么整体而言 您认为川普总统接受金正恩的邀请计划举行 两国首党的直接对话 这对于朝核问题的解决算是积极的一步吗 我觉得总的来讲是积极的 可是如果两方不管理的好 还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我们没有想到的大危机 好的 谢谢戴博先生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 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